天子晚年感叹自己膝下无子,太监说就在冷宫,如今六岁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,想要及时获取最新视频,请点击订阅按钮,订阅胜利时,我们将会准时为你带来有趣的视频内容,期待与你在油管频道的互动。 在古代,天子站在权力的顶峰,他不仅可以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还可以得到无数女人的爱慕,传说中的后宫家里三千,并非都是浪得虚拟。 但有这样一位天子,直到晚年也一直膝下无子,这位帝王是谁呢?他就是明宪宗朱建深,朱建深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。 时光长河,岁月流转,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,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,欢迎订阅胜利时。 图目铺之变发生时,朱祁镇亲率大军奔赴前线作战,不幸的是战败被俘,为了稳定民心,朱建深的叔叔朱祁玉登基即位。 朱祁镇把朱建深送到了很偏僻的地方。 后来,殷宗重登大宝之后,朱建深也重新做回太子,自小生活在外面的朱建深也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。 回宫后,母亲生怕惹麻烦,很少去看望她,因此她很缺乏母爱,所以她非常宠爱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贵妃。 万贼是太后非常喜欢的贴身宫女,当时太后怕朱祁玉杀了朱建深,因此万贼被派去照顾朱建深。 后来,朱建深登基后,不顾任何人的反对,立万贞而为妃。 当时,皇后对朱建深的做法非常不满,于是找借口惩罚万贵妃,但是反而是自己被废。 玉秀勋门,复制纯粹,有端庄敬意之德,有温和词汇之人。 天顺八年七月,吴氏成为明宪宗的第一位皇后,册文上如实说道,而明宪宗与吴氏的大婚也颇为隆重,举国上下欢腾一片,仅有一人在背后暗中较劲。 这个人,就是明宪宗在位年间宠爱一生的女人,万贼。 她先以宫女身份逆袭成为当朝贵妃,又凭借狠辣手段,仅用一月便亲手将当朝皇后拉下后卫,各种的狠力可见一斑。 但即便如此,明宪宗却仍旧独爱于她,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个个死于她手,也未曾减少半分。 严动轻浮,礼度粗帅,流行曲调,细为邪道。 天顺八年八月,吴皇后被废,废后诏书上这般邪道,回看一月前,她还是人人艳羡的当朝皇后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至高权力。 但仅仅一月光景,她还未来得及看看这大明王朝的盛世模样,转眼就被明宪宗打入冷宫。 究竟是什么让明宪宗如此动怒,事情还要从皇帝皇后大婚那日说起。 明宪宗与吴皇后大婚之日,万贼儿心中十分气愤,因为明宪宗曾答应,一招称帝,她便是唯一的皇后, 而如今等来的却是她与别人的洞房花竹叶,又叫她如何不愤恨。 自古以来,女子善度从不是好事,而这位万贼儿又拥有天子的无限宠爱,更是骄纵。 吴氏成为皇后,已成定局,尽管心中万般不愿。 但万贼儿仍需每日同其他嫔妃前去请安,但这位吴皇后却显然低估了她,成为皇后的她也不过十七岁, 而万贼儿早已身经百战,老谋深算。 第一天,吴皇后便想要给万贼儿一个下马威,她让万贼儿为其侦查,之后仍需如是女般势力在侧, 她也老实照做,但事后却添油加醋地对明宪宗哭诉,感叹自己的苦命。 明宪宗哪里看得出这是阴谋诡计,她只知道自己深爱的女人却被苛待,心中十分恼恨自己的不作为。 事情日积月累,明宪宗心中对万贼儿的愧疚感愈演愈烈。 直到一日,吴皇后对万贼儿施以仗刑,万贼儿灵光一现,她知道机会来了。 那一日,皇后邀众人御花园赏花品茶,只有万贼儿迟迟未到,皇后的脸面本就不好看, 而万贼儿到了之后仍旧端着架子,不肯对自己迟到之事做任何解释。 言语之间,两人寸土不让,吴皇后契机败坏之下,便决定以后宫之主的身份教训一下万贼儿。 吴皇后命人将其按住,另几个太监师以丈行,挤板子下去,万贼儿昏了过去。 在醒来时,明宪宗已经坐在床边,心疼地望着她。 万贼儿醒来,便立刻扑到明宪宗的怀里,什么话也没说,只是紧紧地抱着她,小声地啜气着。 明宪宗心头一紧,回想起和万贼儿过往的种种,回想起自己未成为皇帝时,万贼儿的温柔陪伴。 她越想越气愤,立刻命人下兆费后,将吴皇后打入了冷宫。 之后,明宪宗要求利贤良淑德的万贼儿为皇后。 不过,这一提议遭到了两宫太后和群臣的强烈反对。 且不说万贼儿出身威贱,单单是年龄,都足够当逐渐身的母亲了,两宫太后也不是吃素的,自然不会看不穿万贼儿的歪心思。 最终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,虽然未能如愿坐上皇后的宝座,但万贼儿却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对于宪宗的重要性。 后来,宪宗又娶了王皇后,但万贼儿却一点也不担心,因为在她眼里,新皇后不过就是个傀儡。 只要自己拿捏住宪宗,这后宫就还是她万贼儿的天下。 的确,童年的噩梦让宪宗的恋母情节时常作祟,每每发病,都需要万贼儿陪伴在侧,才能抚平当年的创伤。 这几次事件之后,万贼儿更加确信了宪宗对自己的依赖,也就无所顾忌。 比先前更加跋扈专横,根据一些史料记载,后宫诸室只要有不顺她心意的,便对涉事人员动辄打骂。 但凡有忤逆犯上之人,万贼儿便要她当场见血,不得好死。 万贼儿在后宫如此横行霸道,宪宗自然不会不知情。 但不管发生什么事,宪宗对万贼儿依然爱意不减,因为在万贼儿这里,她能找到熟悉的安全感。 万贼儿三十七岁那年,为宪宗生下了一个皇子,宪宗激动万分,马上封万贼儿为皇贵妃。 不过,万贼儿怎么也没有料到没过多久。 她和宪宗的儿子就夭折了,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。 痛失爱子的万贼儿几近疯狂,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是高龄产妇,以后恐难再有身孕了。 每每想到这里,她都对后宫那些年轻的妃嫔极恨不已。 她不甘心凭什么自己的孩子没了,他们却还有那么多母平子贵的机会。 此后,万贼儿欲加患得患失,时而担心宪宗不爱自己了,时而担心其他妃嫔因为生下皇子而骑到她头上。 于是,万贼儿开始变本加厉地巩固自己的权力,一方面她想尽办法。 阻止宪宗宠幸其他妃嫔,屡屡试探宪宗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减弱。 另一方面,她派出爪牙遍捕后宫,只要得知哪个妃嫔有孕,就命人设法将孩子打掉。 即使有妃嫔能躲过一劫,生下孩子也会被她弄死。 在她的魔爪下,年轻力壮的献宗居然没有一个儿子,而朱健身对她偏爱,也默认了她的做法,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她感受到了没有孩子的痛苦。 有一次,她在宦官面前自责没有儿子,宦官告诉她,原来,朱健身有一个儿子一直住在冷宫里,朱健身曾与一位宫女在一起过。 后来,这位宫女生下了孩子,但是在万贵妃知道后,便派人把孩子解决掉。 但这位宫女热情善良,万贵妃派来的人不忍心对她下手,所以便一直将孩子和宫女藏在冷宫里。 这个孩子就是明孝宗朱又堂,朱健身知道后很高兴,马上封她为皇储。 当时,太后对万真儿非常了解,所以她把孙放在自己身边来保护。 明孝宗朱又堂是个好君主,她在为人处世和治理国家方面,从太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。 她勤政爱民,认真听取大臣们的意见,以天下大势为己任。 可以说,她是一位可以媲美汉文帝和宋仁宗的明君,时光长河,岁月流转, 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长廊,探索历史的种种奇迹,欢迎订阅圣历史。 熊小儿 忘了小规则,世界中也知道不能 riots的太久 Jose被银üş, 但是 ip grind里大利争扫会。 所以为了烊件事,不过时后不走期群之тории, 看你啊,我自己一点点尝试。 靦克宗朗很短的规则。 感谢观看